女孩爬上八百米高空 小腿却突然喀巴一声 骨折了 今晚安全绳被妈妈死死的拉住 可还没等小女孩安全 女人的手就像被电击了一样 失去了知觉 但随着医生惨叫 女孩的手臂直接就被摔断了 女人这才意识到 自己的手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接着女人就被送进了医院 可还没等医生查出病因 女人就又突发了状况 她的眼睛卷啥都看不见了 医生赶紧给女人做眼部检查 但奇怪的是 眼睛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紧接着女人就开始变得呼吸困难 喉咙的淋巴开始迅速增大 医生好不容易在八个小时后 从死神的手里把女人抢救了过来 却发现女人此时的眼睛 已经变成了红色 就连眼泪都在流血 这把医生们都给吓懵了 豪斯怀疑这是某种癌症 于是赶紧找来医生 为女人做窜刺检查 他们在女人的背部开了个口子 这那医生要用电钻钻骨石 唯一的一幕发生了 女人的骨头不仅比钢铁都硬 还有一股奇怪的味道 妈呀 这女人的骨头已经石化 豪斯医生不可思议的再次检查女人的身体 结果发现女人可能是乳腺癌 因为在女人还是胎儿的时候 就由于一部分乳腺组织没有完全消退 长到了其他部位 很快豪斯医生就在女人的小腿上 找到了个肿块 用针管抽出里面的液体查看 居然真的是乳质 将这块肿块切除 再进化疗 很快女人就能痊愈 这真是太奇葩了 这个女人正抱着刚出生的婴儿 拼命的逃跑 结果却在八百米处 遇到了一只绿色的大手 她一把就把女人推下了悬崖 随后又对她来了个致命一击 女人被弹飞了三千米 她赶紧抱着孩子 往反方向奔跑 却被巨手用石头无情的阻拦 这还不是最惨的 更惨的是 天上又掉下了无数的尖刺 随时能刺穿女人的身体 直到女人精疲力尽 巨手才肯停止 女人抱着孩子 更是一步一爬的想逃离这里 可突然又被巨手抓起 她好像是玩够了 狠狠的就把女人甩到了地上 就这样 弱小的女人被摔死了 只留下了三个月大的孩子 而那只巨手也并不是怪物 这是一群外星小孩 因为巨大 他们欺负起这些小人 就像踩死蚂蚁一样简单 只有少数幸运的 会被当成宠物 饲养起来 所以这个刚刚失去妈妈的小孩 既是不幸的 但又是幸运的 因为她被一个外星女孩 迪瓦砍上 为了控制她 迪瓦还给她制作了个项圈 只要按动按钮 小拉姆就会立刻回到她的身边 可她绝对想不到 这个小孩会在不久的将来 差点毁灭这个星球 从此 迪瓦每天都会为拉姆吃各种好吃的 和穿各种漂亮的衣服 但她的方式就有点特别 喂饭是杂的 喝水是用烟的 小拉姆能夺活一天 那都是生命力顽强 她每天都想逃跑 可总是被抓回来 迪瓦觉得拉姆的眼睛好看 于是也给自己画了一只 顽皮的小拉姆决定戏弄一下迪瓦 却差点被迪瓦呛死 渐渐的小拉姆已经长到了六岁 迪瓦还会教她自己的语言 更是每晚都会抱着她睡 但拉姆的一年时间 只是迪瓦的一个星期 因此拉姆的生长速度也是极快 长成少年的拉姆 每天都想着怎么逃跑 因为她要找到机会 为母亲报仇 可每次逃跑的惩罚都很严重 不是在死 就是在死的路上 直到这天 事情出现了转机 因为迪瓦到了上学的年纪 可你绝对没见过这种学习方式 所有人只要戴上高科技耳机 耳机就能将身影 转化成图形和记忆 最后传入大脑神经 并永久保存 更快乐的是 迪瓦每天只需要学习一个小时 而小拉姆也由于降圈的作用 能够感知到迪瓦学到的所有知识 渐渐的小拉姆也掌握到了 巨人和这个星球的所有秘密 还很灵活的去运用它们 原来在这个星球 所有剑影的东西 只要一听到魔法 就会瞬间破碎 它开心极了 但迪瓦也在渐渐长大 它对知识也有了更多的渴望 于是就开始疏远小拉姆 因为它们是这个星球最发达的文明 每天的进步就是去冥想 一旦进入这种状态 它们的灵魂就会脱离身体 飞向另一个神秘的地方 并与另一个身体结合 再通过一种爱的魔力钻圈圈的方式 得到大脑的升级 从此迪瓦的学习也不再适用耳机 而是需要更高级的升级 这也给小拉姆的逃跑 制造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于是它带着智慧的耳机 逃进了森林 它知道在那里有它的同类 我们叫它们玛雅人 因为弱小繁殖力又极快 所以蓝色巨人 更是把它们当成低等生物 随意玩弄 可拉姆还没走出森林 就被迪瓦发现它逃跑了 于是迪瓦按动自己的开关 要强行拽拉姆回来 耳机却被两棵树拦住 便看迪瓦很快就要找到它 危机时刻 却突然出现了个野生玛雅人 它一把就割下了拉姆的项圈 还带拉姆来到了玛雅人的基地 那就是一棵长了白毛的大树 里面住满了它的同伴 看到拉姆的小丑装扮 所有人都笑哭了 而且并不想接受它 因为每次巨人发起进攻 都是这些宠物像井犬一样 带领它们精准地找到 玛雅人的藏身之处 可很快它们的顾虑就被拉姆打消 因为它不仅会用巨人的智慧 帮助玛雅人 打开各种吃人的盒子 救出同伴 还可以把各种怪物 灌进笼子里 但巫师却认为 那是邪恶的力量 于是就考验它挑战 种族里最强的王者 这怎么能难倒它 毕竟曾经拉姆在 巨人的宠物大乱斗游戏中 把别人的王者宠物 按在地上好顿摩擦 果然不出意外 拉姆弹指尖就杀死了对手 这让玛雅人不得不相信它的实力 从此拉姆带着族人 每天学习巨人的知识 玛雅人的智慧也得到了升级 更是每天都在研究 怎样打白绿色巨人 很快他们的知识 就得到了运用 他们用巨大的钳子 做成起重机 来为自己建造更坚固的宫殿 可你绝对想不到 他们是怎样制服 一直以他们为实物的外星怪物 巫师把爪子的一端 狠狠地抓在地上 然后再把另一端 精准地投掷到怪物身上 就这样 一只 两只 死死地把怪物的翅膀抓住 等到怪物意识到危险 翅膀早已经被爪子抓破 他们开心极了 这是他们第一次 猎杀比自己大无数倍的猛兽 也成功地拥有了 强大的生存能力 但一个星球上 怎么可能存在 两个强大的文明呢 在得知逃跑的宠物 带走了他们的知识 并且让玛雅人强大起来后 蓝色巨人怒了 并产生了可怕的想法 他们要阻止这种文明 于是他们发起了进攻 不仅释放出无数的毒气 还疯狂地残害玛雅人 绝大多数人 更是死的死 伤了伤 在力量的巨大悬殊下 玛雅人不得不选择 躲进了墙洞里 可原来的哭声 还是让巨人发现了他们 更是毫不客气地 将49码的大脚 重重地踩了上去 为了避免种族灭绝 玛雅人第一次 学会了反抗 于是他们成功地 搬倒了巨人 并且杀死了他 这下完了 他们闯大祸了 于是拉姆不得不 带着他们向远处迁移 就这样 他们整整走了367天 幸运的是 他们找到了个 巨人废弃的飞船基地 于是玛雅人在这里 成功地跨越了文明 他们用学来的知识 制作更多的武器 还将巨人的飞船缩小 以便为自己所用 更能作为武器 防止巨人报复他们 而且必须尽快 建造更多的飞船 好飞往距离这颗星球 八亿万光年的火星 去建立自己的文明 并摆脱巨人们的控制 但巨人根本不可能 允许他们进步和逃离 并且发誓 必须要惩罚弱小的玛雅人 很快他们就被巨人发现 愤怒的巨人这次使用了 更加先进的武器 玫瑰的功夫 尸体就遍地都是 更像垃圾一样 被巨人无情地清理掉 拉姆眼看拼是拼不过了 毕竟自己还在发展阶段 于是就赶紧带上 所剩无几的族人 选择提前登上火星 而此时的火星 不仅一片荒芜 更有神秘的无头雕像 拉姆这才知道了巨人的秘密 原来他们冥想后 所有的意识都会飘到这里 经过一种神秘的仪式 才能让巨人的意识更强大 否则他们就会变成行尸走肉 拉姆害怕雕像 会摧毁他们的飞船 因此就对其发起了进攻 果然雕像被摧毁后 巨人们也变得失去了意识 原来这才是他们致命的弱点 看来外表看似越强大的人 弱点就越脆弱 随着越来越多雕像被炸毁 巨人也随时面临着被灭族的危险 于是巨人不得不向拉姆妥协 并为玛雅人建立一个 适合他们生存的新的星球 名为地球 从此玛雅人得以繁衍生机 不再生活在恐惧里 所以再强大的对手都有弱点 只要不放弃 一切尽有可能 这是个手拿屠龙捣刀的怪物 巨大的牙齿彰显了他的凶狠 男孩刚想要过桥就遇见了他 吓得男孩赶紧撤退 并站到桥头一动不敢动 奇怪的是怪物居然没有发现他 这比这种彩票还幸运 等到怪物走远 男孩想赶紧冲过去 因为他必须要过桥才能回家 结果却遇见了一辆 从外星穿越的汽车 这小身吧 咱也撞不过铁壳子呀 男孩又赶紧撤了回来 大汽车就这样 一路火花带闪电的 急驰而过 这下总能回家了吧 结果刚走上去 哎 又出现了个火车 还是图马斯的 妈呀 这桥不会有魔法吧 男孩又赶紧撤了回来 总之就是不让他过去 但男孩不死心 他又跑了上去 哎 这次遇见了个人 那过去不就是擦肩而过的事了吗 结果那人蛮好无礼 他没过去 谁也不允许过去 挡路者死 就这样 男孩又被堆了回来 他今天要不是遇到了摔神 打死我都不信 这总不能一直倒霉吧 男孩赶紧跑上去 结果却遇到了个 三亿年前的怪物 小眼睛叽里咕噜的 很凶狠的样子 男孩赶紧跑回来 站到桥头 祈祷他不要看见自己 结果人家根本没搭理他 男孩拼了 这怎么回个家就这么难 他拼命的跑 哎呀 这次居然过了桥 就在他庆幸的时候 我的妈呀 地上钻出了个开关 立马又把男孩送回了原地 这怕不是中毒了吧 更惨的是 对面又来个忍者神龟 拿着200吨的战斧 就跟玩一样 男孩疯了 实在没有办法 他打算找个地方游过去 真是太惨了 男孩刚起床洗脸 结果脸却没了 我的妈呀 男孩以为是错觉 于是又洗了洗脸 结果这次更惨了 直接变成了蓝色吸血鬼 就在刚刚 男孩刚放完室 准备洗脸去见女友 结果抬头一看 妈呀 嘴巴没了 他自己阴望 嘴巴明明还在呀 男孩赶紧不相信的 又搓了搓脸 结果这次更惨了 连鼻子都没有了 这是发了嘟嘟的誓言呢 男孩赶紧再次搓脸 希望自己的脸能回来 结果这一抬头 妈呀 全没了 这镜子怕不是有毒吧 明明自己的脸就在脸上 怎么这镜子就没了呢 于是男孩磨着了 偏要把自己的脸洗回来 就这样搓了整整 二百来下 抬头一看 妈呀 他还变成斗鸡眼了 脸还去青 这根本不符合自己的气质 于是他想最后尝试一下 这不是不知道 一时吓一跳 结果 这个男孩吓坏了 于是他再也不敢在家里待了 可刚出来散心 结果更恐怖的事情发生了 沙漠里的骆驼 居然登上了小岛 一个比车还大的蜗牛 又从自己的眼前路过 男孩被吓傻了 那蜗牛好像嫌弃自己爬得太慢 于是就在背上 安装了一顶火箭炮 接着大街上还出现了正在吵架的 两架恩爱的钢琴 这简直太可怕了 地球怕不是要变异了吧 所以2024年 他的愿望就是 自己能变成一条鱼飞进海里 那你2024年的愿望是什么呢 你知道键盘是怎么工作的吗 他们是有无数的小人组长 每当你打游戏时 最倒霉的就是常用的WASD 他们平均每天都要深蹲2000万下 旁边的邻居方向键也在不停的奔跑 每天跑的步子可以绕地球300来圈 一旦到游戏打Boss的关键时刻 不仅要用到ZXC 就连最为沉重的空格剑也要时刻待命 旁边的箭子还会不停的为他们加油打气 所以现在千万不能掉样子 但你的手速太快 尤其是连大招时 所有的箭子已经精疲力尽 趁着的队长还会歇斯底里的鼓励他 周围的箭子也会组成拉拉队 叫他一定要坚持到最后 而那些不常用的按键 不仅在一旁晒起了日光玉 还能喝到红酒 这待遇简直天差地别 但还有一些箭子虽然不常用 但一用就是致命的 每天活的不是在吃药 就是在打针的路上 十分痛苦 比如女朋友来查岗 这两个箭子就会受到极速重创 这一次Type的箭嘎了 太可怜了 所有的队友都愤怒了 决定不再为你工作 可结果你却把他们扔进了垃圾堆里 所以请真爱键盘 真爱生命远离游戏 男人刚上公交就想要拉锡 于是他赶紧把菊花一勒 然后按响紧急下车的红色按钮 可刚要走到车门口 皮压机就被两个大汉挤住 哎 就这时间拿捏得刚刚好 公交过阵了 这眼看马上就要飞流直下了 二胖只能 好不容易安全着陆 可四下就是找不到公侧 于是二胖不得不又菊花一勒 赶紧逃命 可前面却出现了四座大山 就是怎么都不让二胖过去 这可咋整 于是二胖打崩就是一脚 这么大的冲击 难免惊动肚子里的爸爸 于是他更加加倍的勒 就在刚刚 二胖为了庆祝自己发了年终奖 选了一家称死人不要命的餐厅 二胖分别用祖传式的 狂塞式 狂西式 以及野猪式 疯狂的胡适还喝起来 味蕾是得到了满足 可代价也不小 就是刚走出一百米 就要拉肚子 更惨的是 他找不到可以解决的地方 于是二胖也是疯了 无论什么等到 就是搭崩一脚 就连五百斤的大块头 那也根本不是事 可就是变得这么强大 二胖还是找不到厕所 委屈的二胖像个小可怜 好不容易突然好受了减 结果却是暴风雨前的宁静 我的妈呀 那疼得更严重了 肚子里好像有人在狂狂撞大墙 终于二胖好不容易找到了 能救命的地方 结果却人满为患 甚至还有人不要脸的 沾着毛坑不拉屎 于是二胖怒了 真的怒了 一脚卷飞了那个不要脸的大门 荒唐就踢飞了里面的人 这眼看就要得救了 二胖刚要脱衣服 结果越急越乱 衣服的拉链还坏了 于是他疯了 下一秒 哈哈 这真是不再疯狂中爆发 就要在沉默中死去 真是太尴尬了